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关键下一秒 那经过这个礼拜的碟式 我相信大家其实在那个 操作过程当中可能 心情都会稍微比较沮丧一点 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母亲节 我觉得观众朋友 那你先开开心心的 把这个母亲节先把它过完 然后接下来你才有那个心情 去面对礼拜一开始的台北股市 好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基本上要开心 当然必须要给理由嘛 对不对 那谢老师其实要告诉各位 虽然说这个礼拜 台北股市都是呈现下跌的 但是在下个礼拜开始 行情有机会展开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走势 怎么讲 我们先来看今天台北股市的行情 其实今天的行情跟昨天有点类似 差别在于往上拉台的时间 怎么说呢 今天最低跌到8104点 是再度创下了一个波段新低 但是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最多跌幅是跌到66点 昨天台北股市最大的跌点 大概也是在60几点左右 然后呢 昨天大概从11点之后 开始往上去做拉升 然后只有今天台股从9点半以后 就往上去做拉台 昨天从低点拉到收盘是拉了45点 那今天从低点拉到收盘是拉了42点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类似的架构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那个尾盘向上的一个拉台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 因为尾盘向上啊 这个从低点向上拉台 它其实在技术面上面 它有一个意义叫做下引线嘛 对不对 所以过去这两天台北股市都留了一个 比较长的下引线 好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在于 今天成交量是828亿 看起来很少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看 过去这两周 今天的成交量 是过去这两个礼拜以来的最大量 很奇怪 通常遇到礼拜五要放假了 行情又不是很理想 通常应该都会量缩 对不对 那但是今天却是呈现了一个量增的架构 所以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这个代表其实在低档 开始有比较大量的承接买盘 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去做进场 所以你单纯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实际上我们昨天跟大家提过嘛 这一次的这个KD的低档 小时线的低档 跟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另外一个技术指标叫MACD 它已经开始要出现零轴这样子往上翻扬的位置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虽然指数最终还是呈现下跌的 但是你光看这两天的一个行情 这已经打出了一个小的一个圆弧底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点当中 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低点相对有限的状况底下 只要有人在这个地方点火的话 这个行情其实会做出向上的一个积态 那你说有没有人要在这个地方点火 至少在今天 低档已经开始有人承接了 对不对 所以谢老师告诉各位 原则上这个行情 你也不要觉得太沮丧 谢老师用这个三句话送给大家 这三句话这是如果你对历史比较有研究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是当初有人送给明朝的开国皇帝 叫做朱元璋 他提供给他开国三策 他那时候还没有当皇帝 就有人提供给他开国三策 谁讲的不是刘伯温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朱生 他提到说这个时候你要当皇帝 这个时候你要建立你的国家 你要采取这三个策略高竹墙什么意思 就是蓄积你自己的实力 就是你要多占领一些土地 然后你的国家才会壮大嘛 对不对 然后广基粮呢 当然就是你要累积你的粮食 你才有你才有办法打仗嘛 那最后是缓撑王 但是我觉得不需要讲到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 我们不是要当皇帝 我们是要赚到钱对不对 所以谢老师同样的告诉各位 这个时间点5月份 或许你一开始你会觉得很难过 但是这个时间点是你高竹墙 广基粮的蓄积实力 最好的一个机会 好那你要蓄积实力 观众朋友你在股市当中 你要怎么样蓄积实力 做到对的股票赚到钱嘛 这个当然是废话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部分 要赚到钱 第二个部分则是在于说 不该大赔的 或者是说你可以减少亏损的 这个部分你必须要去做操作嘛 为什么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提这个事情 我相信在今天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行情可能跌的比21点还要多 原因在哪里 因为你今天你做到车 车用电子的股票 对不对 今天其实很多人跟你提到这档个股 叫做同志 同志今天开盘 开盘跟收盘他都只有一个价格 就是跌停板 他开盘就打到跌停板480块 好那为什么会打到跌停 他在昨天公布他的4月份营收8.3亿 月减19.7% 然后你会讲说老师 月减19.7%好像也还好啊 对 但是在技术面上面 他其实在昨天 已经出现了转弱的迹象 好怎么讲 我相信讲这档股票 可能观众朋友会感受 没有那么深 因为毕竟他是一档高价股 但是我相信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一定有很多人带你去做车用电子的相关概念股 对不对 例如说像什么 例如说像是1536的核大 你可能有这个股票对不对 他从高点回档到今天的收盘 他已经回档了12.9% 例如说像是3665的F帽连 对不对你可能有这个股票吗 他从高点回档到现在18.9% 另外包括了像是5349的先锋 这个也是车用概念股对不对 然后他从高点回档 而且这回档时间非常快 两个礼拜不到 他已经回档了24.4%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我跟大家提同志用意 不是说你手中一定要有同志 你才需要观察 而是在你手中 如果你有车用相关概念股的话 我觉得你都应该以同志 作为指标性的一个观察股票 那我刚刚特别强调 我为什么说昨天的同志 其实就有败向 谢老师讲这个话 我绝对不是马后炮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早报当中 我们跟大家提到一个美国股市 重要的股票 这档股票叫做特斯拉 那特斯拉的部分 我相信其实今天很多人 看到这个消息 都会在今天早上 选择去抢特斯拉的股票 但是你看到这样的消息 你去抢股票 结果今天好像都套牢 对不对 这个是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 你看到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经济日报的 这个 马克嘛 你就知道说这是头版头条 他提到说 电动车热销 特斯拉大扩产 基本上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 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去讲了 但是当你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 如果你过去这一段时间 你有看谢老师的一个关键早报 我相信你对于这样子的消息 你是会保持疑惑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谢老师告诉各位 你今天你做股票 你买股票 你到底是买的是 他的新闻面的利多 还是你买他你要赚到钱 你是他有新闻面的利多 还是说你要他的股价上涨 这个应该很容易选择吧 那当然你要买的是 因为他的股价上涨啊 对不对 好但即便 昨天他们的一个 这个CEO叫做马斯克 就是这一位嘛 他提到说接下来会大幅度扩产 这个是昨天他在美国提到的 发表的谈话 那即便他提到这样子的谈话 观众朋友 到底特斯拉概念股当中 是核大茂莲重要 还是特斯拉重要 当然是特斯拉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原则上 你如果去追强势股 你如果习惯上面去追强势股的 基本上我觉得 这不是一件坏事啦 怎么讲 就是说这个其实代表说 你至少知道盘面上的主流 会在哪里 对不对 但是我认为说 你如果再修正 一点点的一个方向的话 我觉得你会做得更好 那要修正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谢老师告诉各位 这个时间点 你要留意国际股市 跟国际股市的一个联动 那你如果可以提前进场的话 你该出的时候 你就要去做出场 好 为什么这样子提到 我刚刚给大家看过 那个特斯拉的新闻了嘛 那我刚刚就问大家 你这个时候你到底 你要买的是那个新闻的利多 还是你要买那个股价上涨 当然是买股价上涨嘛 对不对 好 但即便受惠 这样子的利多出来 理论上来讲 涨的应该叫特斯拉嘛 但是它股价不仅没有涨 它昨天股价还跌了4.96% 对不对 所以我在 事实上它跌破之后 其实我应该在这一天吧 我就在早报里面跟大家提到 我说特斯拉跌破了上升趋势线之后 代表说它短线上面的股价 它其实会转弱嘛 对不对 然后包括到了昨天 我还特别把那个 它盘后的那个走势 盘后的那个涨幅把它贴出来 当时如果我没记错 涨2.6% 然后我在节目里面 包括我在非凡年线当中 我都跟大家提嘛 我说它前一天跌了4% 然后盘后那个财报优于预期 反弹2.6% 你觉得这样对吗 好像不太对嘛 结果你看昨天 不仅没有谈 甚至股价还持续破底 是创下这一个月以来的新低点 所以观众朋友 你今天看到包括茂莲的下跌 包括了核大的下跌 你需不需要觉得奇怪 当然不需要嘛 对不对 但是你能不能更早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我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就跟你提了 对不对 所以这段时间当中 为什么我没有再跟你提茂莲 没有再跟你提核大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特斯拉的股票 它其实股价都已经转弱了 它的概念股怎么会转强 所以同样的一个逻辑 你把它拉回到同质的一个部分 我刚刚讲了嘛 你未必手中要有同质 但是你只要手中有 汽车电子相关概念股的 你是不是应该要以同质 作为最主要的观察指标 所以你看哦 它的现行其实跟特斯拉的现行 其实非常类似 它都是走一个 走一个这个多头格局往上走高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我说昨天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这样子有败向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昨天的一个长黑K 它是不是跌破了上升趋势线 对不对 然后你看它的一个成交量 又是最近期以来的一个大量 它是带量跌破上升趋势线 所以今天打到跌停板 需不需要觉得很奇怪 好像也还好嘛 对不对 但是昨天有没有跌停 昨天没有跌停啊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在昨天 如果你已经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针对 你手中的汽车相关概念股 你去做获利出厂也好 做小培出厂也好 你至少不需要面对 今天股价的一个大跌嘛 所以谢老师告诉各位 原则上这个其实都是 我们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 你要可以修正的地方 你去追强势股不是不好 但是如果可以追得更早 当然最好嘛 你看我们当初在提同志的时候 当时的价格是在300块附近嘛 对不对 然后它股价一口气涨到将近600块 你如果买在这个位置 你当然不需要担心这样子的问题啊 但是你如果买在最近的话 你当然就要留意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嘛 那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特斯拉的破线带动特斯拉的概念股回答 它当汽车电子股的股王 叫做同志破线 那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提到就是说 你在整个蓄积你实力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 当然第一个赚钱很重要 但是最更重要的是在于说 你如何处理你手中套牢的一个股票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当中才是观众朋友 你必须要去做关注的 然后你把资金抽出来之后 你才可以去布局下一波 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 每次回到那个十年线的时候 不好意思我测标写错了 每次回测到十年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都后续都会有一个波段性的一个涨幅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观众朋友你要去把握的 所以后续你要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操作 谢老师告诉各位 原则上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跟大家提到 包括了半导体的部分 你看金测在公布营收之后 它股价跳空攻到涨停板 这个股票也是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提的 对不对 然后昨天台北股市继续跌 它股价创下短线的新高 我告诉你说半导体还是主流 包括到了今天 它一样创下收盘价的新高 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谢老师说 我要跟大家提的是说 它做的是半导体封测的一个设备 相关的一个材料 所以它既然这个时间点当中 它股价能够创新高 有一句话叫做春江水暖压先知 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个相关的一些半导体设备的股票 它都能够率先去做走高 当然后面你就可以看到 不论是半导体大型的台积电 联电 世界先进这种股票 它其实后续都有走高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毕竟我们做股票 我们要抢的是速度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点当中 当然可以做的我们就先做 后续当那些大型股要带动的时候 我们再回头过来做大型股就好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当中 类似这样子的股票 你看它的筹码其实非常集中 你看这个是外资的连续性的买超 它董监中华电信家联发科 然后法人的部分加起来就大于它 大于大概55%的持股 所以外面流通的股票有限 这股票你说要大跌 大概也跌不到哪里去 它反而有机会 我们过去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跟汉维科 这个地方有一个机会 做一个比价效果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股票的股价 相对来讲比较高 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 一档股票叫F杰明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股票 今天股价虽然说下跌 但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有时候你要看的是 后面的行情到底还有多少 它本益比 谢老师没有乱讲啊 你看电脑统计的本益比 它就只有11倍嘛 你相对于胜利这种股票 本益比拉高到三千几倍 它当然具有后续的一个比价空间 而且它又是这个产业当中 全球前三大 而且是唯一获利的公司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提到 外资急变 你担心所谓的外资急变 那个要测出 它其实也不会测到这种股票嘛 因为它是全球前三大 而且是唯一获利的公司 这个是具有基本面的公司啊 搭配上说 它的大股东联均 有55%的持股 所以这个显点 类似这样子筹码集中的股票 就不需要担心嘛 那另外半导体当中 还包括IC设计 对不对 那IC设计的部分 我过去也跟大家提过 这两个股我们操作过 那上涨8周修正5周 这一周虽然说没有大涨 但是它基本上 它的K棒已经收出了一根红K 所以接下来有机会发动 第二波的一个公式 那因为今年的获利会比去年好 所以理论上来讲 你今年的股价要比去年还要高 对不对 但是它跟前波高点差了66% 所以这个部分 相信观众朋友 如果你好好把握的话 就是你现阶段 你先蓄积实力 然后等到行情 开始往上攻击的时候 你在低档你的资金 能够布局的资金越多 当然你赚到的同样的 同样的一个涨幅 你可以赚到钱 其实就更多了嘛 就好像我过去 我跟大家提到的 我说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如果你原本100万的话 你如果现在亏到现在80万 你只要找一档股票做25% 就能回本对不对 那如果赔到剩下50万的话 你要做一档100%的 你才能够回本 那同样的逻辑 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些短线性的操作 我们先赚 然后把你这个时候 你能够操作的资金 如果你现在是100万的话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120万 变成150万 那你做一档股票赚25% 赚67%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获利 对不对 所以夏老师告诉各位 原则上这个礼拜是母亲节 那当然我们也讲过了 就是因为我爸爸走的比较早 所以我清楚知道的说 母亲到底有多辛苦 那其实我们讲一个 比较有趣的 我觉得我妈妈其实也很厉害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已经够聪明了 然后这一次母亲节的时候 我问她说 妈 你有没有想要买什么 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要吃什么东西 她说你折现金给我就好了 因为她说吃饭也是 一下就吃完就排掉了 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因为她说她要做牙齿 所以叫我把现金折给她 但是这个是开玩笑的 但是其实妈妈 当然其实都很辛苦 所以我知道说 这个时间点当中 可能很多人告诉你说 你跟她做一档股票 然后赚钱之后 解决你套牢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 针对你手中的持股 怎么样去做调整 怎么样去做价差 一点一点的把它搬回来 这个时候续集你的实力 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 才会是比较好的 那我知道可能发讯息 你会觉得 没有办法下动作 没有关系 就母亲节 夏老师开放五个名额 我会亲自 你如果手续办好的话 我会亲自打电话给你 告诉你手中的个股 你要怎么样去做调整 所以希望观众朋友 把握这样子的机会 至于说还有什么样的族群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半导体 族群之外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就在于整个机器人的部分 那昨天其实我们 已经跟大家提到了 就是说机器人的应用 不是单纯大家想象的 就是看到比如说星际大战 或者是说像是那个Paper 这种好像有点娱乐性的 那种机器人 它不只这个部分 包括了医疗对不对 包括了像是在整个电子设备 你要去做使用的时候 人力它有一些没办法达到的地方 那如果透过机器人的手臂 来做的话 它可以做得更好 那包括了像是运动 包括了像是一些保全的部分 它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机器人的方式来做操作 那其实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提到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当然这个商机 其实我们就不要再多提了 我们在昨天其实跟大家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台大教授嘛 这个大家称之为台湾机器人的先驱 傅立成副教授 他要有机会 他当然是这个地方 他也表示乐观其成 他有机会成为这个鸿海的独立董事 好所以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它叫华汉 那为什么特别提华汉 很简单嘛 因为华汉是鸿海集团当中 最主要生产在整个机器人的部分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 今天很多人还执着在于 鸿海怎么股价又跌 这股价已经快要创下波段新低了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各位 同样在宏家军当中 有时候 当然换股是一种方式 如果真的说有时候你觉得 我从这个股票换到这个股票我不习惯 那至少在同集团当中 这个比较好调整吧 对啊你买鸿海不就是看好郭台铭吗 对不对 那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回过头来看 一样是这个宏家军的一个集团股票 这股票现阶段比较会涨啊 对你看大部分的 宏家军的股票其实都在破底 但是华汉呢 华汉今天股价是再度创下短线新高 为什么 因为这家公司它是真正具有 未来商机的一个股票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类似这个部分 包括我过去跟大家提到的一档 一样是机器人的概念股 它前年赚3.87去年赚4.45 所以这个时间点当中 三月份的营收创下历史新高 它也是出货给日本厂商的 机器人的控制器 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我刚刚讲过嘛 你今年获利要比去年还要好 那你至少股价要比去年还要高啊 对不对那没有比较高 你也不能够差太远嘛 但是你看这一档股票 它差了41%啊 所以这个股票你看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做这样的股票 能够赚到41%的话 我相信它对于后续 我们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 那个所谓十年线 回测十年线的这个波段买点 它会是你很好的一个机会嘛 所以最近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出股票原因在哪里 不是因为我们不看好这个行情 是因为我们要续积实力啊 你看包括像是3673的TPK 对不对 它从我们当初出的时候是79块 跌到今天最低58块 差21块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提到 你要广基量嘛 今天不是说股票 跌下跌很多 我告诉你说 我们出的很漂亮 不是 是你今天出79块 跟你今天出58块 你累积的那个操作资金 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不要提说 它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 你光差价 那个差价 你多2万块 一张多2万块的价差 在后续行情出来的时候 你就很好操作嘛 对不对 那另外包括像是联发科 其实也是一样啊 我们在241块 你看4月28号 上个礼拜的事情而已 241块 我们获利出清 到今天192块 差49块 那你说联发科 我们股价会跌到破底 夏老师告诉各位 我之前我跟大家提过嘛 这个地方 它已经回归到价值性 它到底值不值200块 这个价格 那其实就我的看法来讲 我认为200块 它不会是一个很贵的价格 但是我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买联发科 不会啊 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 是一个相对低 但它不会是一个绝对低 那它不是绝对低 它又不会马上涨 那你干嘛把钱放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是我们过去 开始出股票的原因 出股票 不是因为我们不看好 而是后续 我们要在这个时候累积资金 因为过去回测10年线 它都接下来的行情 那个才是我们需要把握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 你不仅仅是要快速 调整你手中的持股 保留住更多的资金 更重要的是5月份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操作资金 再往上去做累积 后面行情出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赚得多 那谢老师也知道说 要叫你用讯息的方式去 把你手中的股票去做调整 你可能做不到 没有关系 就因为母亲节 谢老师特别开放5个名额 我会亲自回电话给你 告诉你说 这股票怎么样去做调整 我希望观众朋友 可以好好把握这样子的机会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为